民进党办客家青年活动 两天一夜底下坐满学生 讲师接力讲课 结束后还要一起拿奖状 拍个照规模不小 这些活动都是由民进党客家 事务部所举办的 不过现在就有学生出来爆料 中央大学客家语言学系 居然是透过email的方式 要求学生可以尽量参加 帮这些活动做宣传 学生说到信件时傻眼 心想怎么会由戏办 来帮民进党宣传活动 有种政治力借助校园的感觉 看看信件内容 传讯息的人拜托戏办 向学弟妹宣传 希望他们可以来参加 而这个人就是民进党 客家部副主任 中央大学客家语言续系办 也照做了 甚至还附件清楚告诉 要缴多少钱 三场的时间和地点 你会不会觉得 这也是有一点政治力介入校园 我觉得有 所以我觉得这样 不应该 好像我反正在基本上没有强 中央大学澄清 这是由毕业校友 拜托转发并无强制参与 但未来会审核活动是否合宜 而民进党则是尚未回应 学生在学校看到政党民生 而且还是由戏办发出 难免会觉得 是只政治大手深入校园 TVBS新闻 六广播剧彩威台北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